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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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er 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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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电影姐妹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 诗篇的142篇 我們先將它分段落 第一、第二節是一段 三、四節是一段 然後五節到七節是另外一段 三個小段落 這一篇的詩篇 一開始就在標題上寫 就是戴衛在洞裡作的奮闊詩 乃是祈禱 所以這一篇的詩篇 其實是寫作的時間 我們都不需要再去考究了 已經點名了 當戴衛還在阿杜蘭洞裡 所作的詩篇 它的內容是一首的奮闊詩 一首的奮闊詩 即是讓人可以認識神 讓人有人生智慧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後面那句 乃是祈禱 所以這一個充滿智慧 充滿這一個奮闊 讓人認識神的內容的詩篇 其實是一個禱告 在這個禱告當中 讓我們去認識神 在這個禱告當中 讓我們去學人生的智慧 我們先要有少少的方向 我們去讀這篇的詩篇 我們要記住幾件事 我們這篇詩篇 你會有新的領袖 記住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記住 大衛的一些東西 第一 它現在的光景是怎樣 第二 它為什麼會落在這個光景裡 當然它現在的光景就是 它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被蘇羅追到遊戲 沒辦法休息 周圍走 周圍走 將家人安頓 在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帶著幾百人 四處流亡 四處逃亡 蘇羅只要聽到風聲 大衛在哪裡 它就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的大衛 可以說是居無定所 無處容身 而且它的敵人 強大得不得了 因為是一國之軍 可以傾全國的軍力 就來抓它 這個就是它當時的情況 當然大衛 為什麼會落在這個光景裡 它是神的受高者 這也是它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它是屬神的 是神選擇它 神親自找這個先知 神人薩母以來高納它 所以對戴衛來說 他今天落到這個光景 其實他也可以說 就是出於神 這篇詩篇給我們看到一件事 很有趣的 如果是出於神的話 這篇詩篇有一件事 我今早看的時候很有趣的 就是 其實可能在我們人生裡 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和狀況 就是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對手 我們的對手究竟是誰 表面上看 追趕它的是蘇羅 但是蘇羅是否大衛真正的對手 如果我們的對手是神的話 其實沒有人能救我們 但又很有趣 我們的對手是神的時候 也沒有人能害到我們 人不能救我們 人也不能救我們 其實蘇羅是千方百計 要找大衛出來 甚至有很多的回合 是非常近距離 可以搞定大衛 大衛為他彈琴 大哥在彈琴的時候 兩隻手都在琴上 有這麼近距離 在彈琴的時候 你不會有兵器 對方就拿著矛 一刺過來 我這樣也刺不中 有時候我都會想 這個蘇羅 是否大禁事得這麼厲害 但不是的 他是勇士 上戰場又很威猛 這麼近的一個人在彈琴 你也可以刺不中 所以其實真的有神在這裡保護著 所以神是我們的對手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害我們 不過神是我們的對手 神要我們學一些功課的時候 又沒有人可以救到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要問 究竟我們的對手是誰 我們搞清楚這個狀況的時候 看這個詩篇的時候 又很有趣 我們先來看第一段 頭兩節 我發聲哀告耶穫華 發聲懇求耶穫華 我在他面前 吐露我的苦情 趁雪我的患難 兩節非常簡單 但是這個簡單背後 又有一個很美麗的文學上的結構 你看見 我發聲哀告耶穫華 我發聲懇求耶穫華 前面那一節就是 我哀告 我懇求耶穫華 對象是耶穫華 就好像在這裡說 因為它是一個禱告 其實就好像我們今天所說的 主啊主啊一樣 我發聲哀求 發聲懇求耶穫華 一個的哀求 一個的懇求 一個的懇求 對象都是主 其實就是把他心裡最沉重的心情 帶到神的面前 真的 真的討告的時候說 主啊主啊 每一句主啊 都將心裡無比的沉重 來呼喊出來 來到神的面前 傾心吐兒 將自己心裡的重担 那個辛苦 來向神呼喊出來 所以它是發聲的 這個發聲就是大聲的 叫做 Cry out 英文是用cry out 來形容 就是它不是一個小小聲 主啊主啊 而是真的將他中的 所有的辛苦 所有的情緒 都帶到神的面前 大聲地說 主啊主啊 亦華 亦華 這幾句 其實可能他口中 並沒有說什麼 他口中只說 亦華 亦華 但是所有的情緒就貫注在這兩聲向神的呼喊裡面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寶貴的功課 其實人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困局裡的時候 我們不是去找神 而是我們去找人 我們裡面有很多辛苦的時候 我們不懂得對準神 但是其實戴衛在這裡教導我們一件事 所以他是奮賀師 就是在困局當中我們更加要對準神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神才是我們的對手的話 其實沒有人能夠救我們 當然沒有人能夠害到我們 所以我們要突破這個困局 其實關鍵在哪裡呢 關鍵是在神 不是在人的手上 但很多時候當我們在困難中 我們在辛苦上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不是去找神 我們去找人 甚至我們會罵人 我們會把責任推在人的身上 但是其實你看到戴衛在這麼辛苦的情況之下 他沒有把責任推給任何一個人 甚至他連責任都沒有推給神 其實他可以呼天搶地地跟神 神你玩我嗎 其實因為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如果神不高他 什麼事都沒有 神如果不高他的話 他的人生最多是黑板一點 悶膽一點 日日又對著那群羊 其實也挺憂哉猶哉的 在曠野那裡彈一下樹琴 自己作一下新的歌 唱給一群羊 這個羊群演唱會可以繼續開 就是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天在開這個羊群演唱會的時候 有人叫他回家 然後有個老伯伯就找個角度游到他的頭上 從此他的人生就顛覆了 從此就走上這個被追殺的道路上 所以戴衛他的大條道理 其實他可以把這個波交給神 神啊你不搞這些方便 什麼事都沒有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玩我 是可以埋怨的 但是你看到戴衛是沒有的 戴衛沒有埋怨 但是他將他的重擔 他將他的辛苦 來向神發聲 來呼求神 神你知道我有多辛苦 神你知道我的 所以他用這個哀告 懇求來到神的面前 第二節他說 我在他面前 吐露我的苦情 陳說我的患難 他來到神的面前 吐露他的苦情 陳說他的患難 苦情是他心裡的感受 患難是他現在的遭遇 所以他將他的情感 將他的遭遇 都帶到神的面前 告訴神 我現在的光景是怎樣 我告訴神 我現在的心情是怎樣 我的沉重在哪裡 我的辛苦在哪裡 我的困局在哪裡 前面第一節是兩個 後面就是苦情和患難 所以你看到 在文學上他是對等的 將苦情告訴耶穫 將患難告訴耶穫 苦情吐露給耶穫 患難陳說給耶穫 這兩句主啊主啊 其實帶著他無比裡面的心情 所有的冤屈 所有的辛苦 所有的狀況 他哭了一聲 好像曬欄一樣 就推到神的面前 神啊 交給你了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交託 人在患難當中 如果能夠這樣交託的話 其實就有出路 其實這個舉動 亦是他重新在患難裡面 再次來對準神 神啊 這一切的東西 其實人根本解決不了 大衛根本 在這個困局裡面 看不見出路在哪裡 所以他將這一切的東西 交給神 神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的 所以陳說在你的面前 交給你了 你判斷應該怎樣 由你作主 其實我也說不出事 我的手也做不到任何東西 但是我都將我的心情告訴你 其實我現在是多麼辛苦 其實大衛在這個時候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 產生驚恐症的 是不是 他是可以很depressed的 因為你看不到出路 這個困局怎麼解救 不能解救的 就是死局 然後又天天擔驚受怕 隨時都可能被人追殺 一收到風聲這個訴來的時候 他就要拔刑 他就要拔債 是拜著幾百人在山裡 轉來轉去 甚至有一次是跟這個 蘇羅的軍隊搖搖相對 在山裡轉圈 如果不是神出手 那次可樂人其實都跑不掉了 因為到最後圍山 就在這個困局裡面 其實他是可以 有這樣的問題出現的 甚至他可以驚恐過度 憂鬱症等等 但是呢 正正就是因為這兩句的哀求 狠求 所以他心裡仍然可以有那個安穩 有那個平靜 他將一切交在神的手裡 他將他的難處 陳述在神的面前 他說神啊 你來做判斷 神我交給你了 因為唯有你 但是他也將他心裡最困難的東西 最困難的感覺 那種真實的感覺 都談到比實 神啊 也是唯有你能夠解 唯有你能夠安慰 總之一切都交到你的手裡 你認為怎樣就怎樣 你… 就是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的功課 就是我們在困局裡面 要對準神 不要失去方寸 不要到處亂摸 人是很有趣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 我還記得在2000年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 就是人… 有自己很多的辦法 我當時面對我自己人生很大的困局 財務上的困局 公司的困局 那你第一時間想的方法是什麼呢 第一時間就是用辦法 我有很多辦法的 雖然是公司欠很多錢 那我又想過發債 我又想過找一些朋友 批新股 換股 就是用盡方法 把資產怎樣模來模去 移來移去 總之就逼一塊錢出來 解決眼前的危機 之後再東山再起 什麼方法都有 然後呢 第二你就找什麼呢 你就找人了 就是你想了一套這樣的方法 可能可以的時候 接著你就想了 找人了 我認識這麼多商場上 長袖羨慕的人 那應該找誰呢 如何去部署呢 如何在當中 大家每個派對都有一點點利益 那我們就可以上班 將這個… 就是很厲害玩這些遊戲的 就是將一套推來推去推去 轉一圈之後 包裝一下或者什麼 其實有機會翻身 就是想著就想著這些了 甚至在想著 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 可以… 短時間可以再… 拿一筆錢回來 其實就是因為想盡了這些東西 捉住人 捉住自己的技能 捉住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才2000年 讓我自己落在一個死地的裡面 去一個高風險的地方 結果甚至在那裡被困住 被… 被調查 被冤枉 是間諜 連命都沒有了 就是判死刑 如果… 到最後其實… 那個關鍵在哪裡呢 到最後 真的好像大約這個吩咐詩一樣 在困局困到一個地步 真的發現我什麼都捉不住的時候 是一個的吐告 真的在那個時候 在我最低高的時候捉住神 我很明白這兩節的聖經 哀告耶穆說 狠求耶穆說 呼天搶地地來到神的面前 但到最後 其實我還是跟神說了一番話 我叫神 你從來都沒有對不起我 是我對不起你 是我向你所作的每一個承諾 到今天 我都沒有持守 我跟你說 我要服侍你 但是我追隨這個花花碌碌的世界 我跟你說 我要將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上 但是我就一直想著 賺錢賺錢 建立自己的東西 神我知道是我對不起你 是我欺欠你 你沒有欺欠過我 所以我跟神說 神 我將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裡 你來判斷 應該怎樣做 就算今天 你要收回我的生命 我也都沒有話可說 因為不是你對我不住 是我對你不住 是我沒有保持我的 promise 但是神 你一直都保持你的 promise 你答應過我的東西 你從來都沒有失脫 從來都沒有失脫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如果今天恩典盡 你要收回 我也無話可說 神 你作主 你知道嗎 當你在這個困局當中 你能夠認清你的對手 你能夠這樣去對準神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路的地方會出現路 困局會得解救 你今天問回我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樣解救的 因為真的不是人的方法 真的不是人的能力 可以做得到 總之 去到那個時刻 去到那個時刻 就是最後一分鐘 就是最後last day那一天 我都已經要上營場的時候 事情就扭轉了 事情就真的 就是這樣 就翻轉了 神神奇奇地 就成上這個神職 走到今天 所以真的 在困局裡面 其實最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對準神 這個道理很簡單 當我這樣說給你聽的時候 你可能心裡就想 阿迪努牧師 你這個說法很簡單 每個人都知道 是 每個人都知道 但當我們真的在困局裡面 失方轉的時候 能否做得到 你是否真的能夠 心裡無怨地 將你一切的重膽都交給神 對準神 然後將你的主權都交在神的手裡 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但問題就是 我們能否做得到 如果我們能做得到的時候 說許神的恩典 真的會臨到在我們的身上 但是 是的 所以其實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功課 看就簡單 這個世界很有趣的 真理就是這樣 真理其實很簡單 一句就說得明白了 不過要走起來 他有很多的鍛鍊 有很多的成長 正正就是因為 大衛是神所挑選的 大衛是神的受高者 所以這一切的東西 臨到他 其實是要大衛學一個功課 這個功課是什麼呢 就是天地之間 只有一位的神 你可以捉住 一個要成為王的人 他有太多的東西 他有太多的資源 他可以捉住 他可以練兵 他可以俗武窮兵 去追求軍事的力量 他可以追求人間的智慧 他可以追求政治上的聯盟 勢力的擴充 就是有太多的東西 他可以 但是問題就是 神一定在他作王之前要教會他一個功課 天地之間只有神 你可以捉住 你捉住其他一切都是枉然 甚至是死路 是困局 其實大衛在這個時候 走陶無路到這個時候 他也可以捉住那三百勇士 他那三百勇士 都不是善男信女 個個都是以一敵白的 他可以將他所有的安全感 都建立在這些人身上 但是 神正正就是要教他這個功課 就是捉住神 我們是夢神簡選的 神有心意有計劃在我們的身上 所以我們要單單地來捉住神 如果我們不停地跟神飄飄忽忽地 又想捉世界 又想捉這個 又想捉那樣的話 除非神不愛你 除非神不想使用你 否則你逼到神出手到最後 當然將這些東西全部都拿走 等你無法再捉任何的東西 那你就在捉住神 我就是那個例子 因為他太厲害 捉這個 捉那個 每個人都告訴你 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都想到辦法出來 還可以轉身又來過 所以 你滑滑滑地 上帝捉不住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唯有把你所有的東西撥開 撥開 撥到你在一個空間裡面 甚麼都沒有 神就站在你面前 看你捉不捉我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看回頭 我都覺得 其實都是自己拿來損 如果我早早懂得這個功課 早早這樣單單地對準神 捉住神的話 其實可能我的人生不是這樣走 反過來又很有趣 如果你能夠單單地捉住神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擔心神撥開那些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 如果你僅僅捉住神 其實那些東西 神都會將它拿過來 加到你的手裡 但問題就是 你捉住這些東西不放的話 神唯有拿走它 讓你捉住神 你明白我的邏輯嗎 就像小朋友一樣 你很欣賞一件東西的時候 爸爸媽媽看到你這麼喜歡 其實爸爸媽媽很樂意給你的 但如果你拿著那個 你當它是玩具 你拿著那個玩具之後 你爸爸媽媽也不要的時候 爸爸媽媽的火滾 爸爸媽媽就很想 收回那個玩具 早知道不讓你 或者扔掉它 但如果你很乖 你哄得 不是哄 你很乖 很聽話 爸爸媽媽看到你 又知道你很喜歡那件東西 他怎麼會不讓你 其實那個層次 而那個先後的分別就在這裡 但是往往在我們的人生裡面 我們經常都搞不清楚這個順序 經常都會搞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經常都落在困局裡面 不是去到困局走投無路 就不來找神 神又很想你找他 所以神 其實我們局神 就是把困局給我們 因為有困局我們就敬虔 沒有困局我們就墮落 神又不想我們墮落 就唯有給你困局 所以其實對手就是神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如果神是我們的對手 沒有人可以救我們 但是也沒有人可以害我們 大衛死也死不去 蘇羅殺也殺不了他 但是他又搞不出來 大家就在這個局裡面搞啊搞轉啊轉 其實最後也是一個功課 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單單以神為滿足 單單以神為神 這個才是那個核心所在 我們看第二個大段落 第三節到四節 他說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敵人為我暗切網絡 求你向我右邊觀看 因為沒有人認識我 我無處躲避 我無處避難 有人有沒有人眷顧我 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的時候 這個我的靈在我裡面發昏 發昏這個字的意思是 overwhelmed 即是被淹沒被壓倒 被什麼淹沒呢 被灰心 被失意 被這些恐懼 被這些擔憂 被這些看不到前路 各種複雜的負面的心情 正常淹沒了 蓋過了 師母經常說 我們有些童工是很深藍色的 深藍得像一個海洋一樣 即是你一走到他身邊 你會感覺到那種憂慮 那種驚惶 那種藍色的海洋 就會將你整個淹沒了 你很想拔他出來的時候 師母就說 對著這些有時候要很用力 因為你一走到跟他聊兩句 你就會發現 整個海洋的淹沒了 你有多少喜樂的氣息 都被他掩蓋過去 這個時候大衛就是這樣 他的靈在他裡面發分 他的靈被這些憂慮掩蓋過頭 好像海嘯一樣 啪的聲音就掩蓋過來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可能你身邊有沒有一些祖縣 他陷在憂慮裡面的時候 你想去幫幫他 你想讓他開解一下他的時候 你發現他的憂慮就像自己的大浪一樣 啪的聲音 把所有的東西都掩蓋了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一個被憂愁、被恐懼、被負面的情緒 完全被淹過的時候 他說 你知道我的道路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神知道出路在哪裡 其實很有趣 在這樣的東西燕沒下去的時候 神很有恩典 其實在這個藍色的海洋燕沒下 在海底還有一個路牌寫著 出路在這裡 神始終都會放在一個路牌裡面 神知道的 在我走的路上 敵人為我暗切網絡 其實這就是他最大的擔憂 這就是他最大的困局 就是在他所走的路上 敵人為他暗切網絡 那些網絡是暗切的 就是你不知道那個困局在哪裡 不是困局 就是你不知道那個陷阱在哪裡 你沒辦法可以預計 不然他就不叫做暗切的網絡 是吧 你沒辦法可以預計 他對蘇羅的情況下 他不知道蘇羅什麼時候來的 他不知道哪一天他會落在蘇羅的手上 他也不知道他身邊的人 究竟哪一個信得過 哪一個信不過 是吧 因為其實這個時候的大衛是很脆弱的 是吧 只要有一個人通風報信 那就大件事了 當然我們說他身邊有三百個勇士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是大衛 你也可能很擔心這三百個勇士 因為這三百個勇士 後來我們才稱他為勇士 起初跟著大衛的時候 他們都是貧窮的 困逼的 走投無路 欠債的 被大二洞追到瘦的 家裡每天被人淋紅油 鎖鐵閘是淋火水的 然後跟著大衛 那這些人有甚麼特色 大家都很需要錢 大家都很窮 窮到走投無路 甚至挺而走險 落草為購最後跟著大衛 你想想 這群人圍繞著你 沒錯他們每個人都很能打 但問題是他們每個人都很需要錢 你想想 如果我是其中一個 我走到這個蘇羅的面前 告訴蘇羅 大衛現在在哪裡 我會怎樣 我很可能會獲得獎金 這已經是最好的個案 這是一個最好的情況 只是通風報信領下小獎金 另外 如果我是其中一個大衛的勇士 我的名字是Adeno 就是大衛的其中一個勇士 再走投無路 他上來 我自己主動去搞定大衛 拿他的人頭去領賞的時候 你想想 我看到是否賺更多錢 從此在蘇羅身邊 我就非常騰達了 我所有的問題 債務完全解決了 是不是 我是不是一招就翻身了 你想想有三百個這樣的人 在大衛的身邊 如果你是大衛 你睡不睡得著呢 你天天都不知道 誰會出賣你 不知道誰會通風報信 甚至你下面的人 你能否說得到誰會 因為蘇羅追殺你 已經全國皆知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出賣你的情報 去換取利益 是吧 任何人都可以暗殺你 換取更大的利益 包括你身邊的三百個窮光彈 是吧 窮得來還要好打 你想想 這個日子是怎麼過的呢 是這樣的 所以他真的絕對有道理說 這些仇苦 這些負面情緒 淹沒了他 但是那個網絡 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隨時都可以爆 你又不知道他是哪一個 常常有一種很不安穩的感覺 就是不得安穩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他的困局 第四節他說 求你向我右邊觀看 右邊 有這個字代表能力 所以你向我右邊觀看 其實如果我們說我們右邊沒有人 或者什麼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力量 你向我右邊觀看 他說因為沒有人認識我 什麼意思呢 沒有人認識我中文有點脫 我們看英文翻譯就會明白 他說 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人認識我 什麼意思呢 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人認識我 就是沒有人注意 沒有人理會 我右邊沒有人 什麼叫我右邊沒有人呢 就是我左手沒有人 我沒有左手 我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沒有人可以安保我 沒有人可以給我安全感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沒有人可以扶持我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戰袋充滿 這個時候的大會是 我戰袋是空的 可能他甚至說 我不單止戰袋是空的 我連支弓也沒有 我拿了什麼來保障我自己呢 是沒有的 我右邊簡直是沒有人認識 我的力量的全員是空的 我右邊有一個可以搭著肩膊 可以跟我一起走的人是沒有的 沒有人認識我 我的狀況沒有人理會 有沒有有人眷顧我 眷顧這個字是英文也是的 No one cares for me 沒有人 care 沒有人關心我 沒有人理會我 我好像一個死人一樣 在這個世上沒有人看到我 沒有人理會我 沒有人關心我 沒有人走來安慰我 沒有人走來支持我 其實大會最能夠投靠的人 其實是薩姆爾 但是薩姆爾也死了 是不是 你想想他心裡 一定是很依靠薩姆爾 因為薩姆爾高他 薩姆爾又是神人 舉角都敬仰 但問題是薩姆爾也死了 我現在還去找誰 天大地大 我的對手就是蘇羅 我去找誰求救 我身邊甚麼人都沒有 一個有能力的人都沒有 有一個跟他過命之交的若拿丹 但是是蘇羅的兒子 他也做不到任何的東西 他不拿我的命已經很好 他使人通風報信叫我逃亡 已經是不得了的好兄弟 所以你說我這個時候 我右邊是空空的 甚麼人都沒有 左右手都好像被人廢了一樣 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大衛的警方 所以他在這裡 把這一切的沉寵都帶到神的面前 然後怎樣呢 第五到第七節 如果聖經只是停留在這兩段的時候 那就答完事了 就是這個藍色幽幽的海洋 不知道怎樣上岸 第五到第七節 第五節他說 以後話我曾向你哀求 我說你是我的避難所 災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他說我曾向你哀求 以後話我曾向你哀求 不是第一次的 大衛說 我無數次在我患難的時候 我都曾經向你哀求 這個討告不是一次的 這個討告是無數次 無數次 這個困局已經延續了很久的時間 每一次 大衛已經無數次來到神的面前哀求 但是那個分別在哪裡 他說你是我的避難所 雖然 我在這個困局裡面 但是 當他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但是這個困局 這麼多次你都解救我 雖然 沒有人能幫到我 但是也沒有人能害到我 是不是 你發覺我們又回到那兩句 就是 神是我們的對手的時候 沒有人能救到我們 神是我們的對手的時候 但是也沒有人能害到我們 你會不會試過有這樣的境況呢 現在大衛的境況就是 困局不知道如何解決 困局一直都困著 但是他又死不去 總是死不斷氣的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都是這樣 每次向祢祈祷,祢是我的避難所 大衛就是這樣的經歷 每次跟蘇羅擦身而過的時候 祂都沒事,神是祂的避難所 一次又一次救祂 你說沒有神跡嗎?有 但是有沒有困局呢?有 原來神跡和困局可以並存的 其實當祂這樣並存的時候 就是要讓人去看清楚 究竟核心在哪裡,關鍵是什麼 祂說,在活人之地,祢是我的福分 祢是我的避難所 在活人之地,祢也是我的福分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沒有人認識我 沒有人理會我 沒有人眷顧我 沒有人為我祝福 但是,祢是我的福分 大衛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那些人跟祂走過的時候 看到祂好像瘟疫一樣 看到祂就走 因為誰都不想得罪蘇羅 連日走過祂身邊跟祂說 Shalom,祝福一下祂的人都沒有 但是不要緊 神,祢就是我的福分 祢就是我的祝福 所以你看到,在這個患難裡面 祂突然數算神給祂的恩典 但是當祂數算神給祂的恩典的時候 祂發現,神不僅是祂的避難所 神亦都是祂的福分 在困局當中 原來還有很多恩典在裡面 祂學習的功課 就是不是望困局 而是望恩典 數恩典,數福分 恩典和福分沒有離開過祂 這個就是奇妙之處 所以當祂一數算的時候 祂心裡的力量又出來了 第六節 祂說 求你則以聽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極悲之地 求你救我脫離迫白我的人 祂就再有能力再去祷告 祂就再有能力再去神的面前說話 祂說,你聽我的呼求 因為我落到極悲之地 我已經去到我生命的谷底了 求你救我脫離迫白我的人 因為祂給我強盛得多 所以祂可以再一次來整理祂自己的問題 再一次來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把祂的問題交在神的手裡 讓神來做一個verdict 讓神作一個判語 神才是最終的法官 將祂的問題帶到天上的法庭面前 再一次的陳明 這個需要力量 有時候我們去到一個景地的時候 我們連討告的力也沒有 我想我們也試過 向神發爛窄 不找神了 不!不祈禱了!我不玩了! 發爛窄地走去 發脾氣地 但當我們在這個困局裡 能夠一點一滴地 去重新數算那個恩典 看見 神 只有神是我的避難所 只有神是我的福分 原來在困局裡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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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到一條樓梯出來 當我們能夠這樣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再有能力回到神的面前 再次把我們的問題交在神的手中 第七字 他說 求你領我出來避囚之地 我好稱讚你的命 所以他說 求你領我出來避囚之地 就是神啊 求你帶我離開這個困局 當然在那個時候 大衛不是真的避囚 但問題就是 他的感覺和避囚都是一樣 一籌莫展 就是好像被綁住被困住一樣 手腳都伸展不到 整個人沒有了自由 被困局帶著走 困在裡面 完全好像坐牢一樣 出不來 完全沒有出路 所以他再一次來到神的面前 他說 求你向我領我 帶我脫離這個困局 出這個困局 他說 我好稱讚你的命 我稱讚 在這裏稱讚 當然就是praise 但praise這個字 也是有顯明的意思 就是說 他說 你帶我出來這個困局 你帶我離開這個困局 我好讚美你 我好為你作見證 顯明你是那位 能使人出困局 出死入生的奇妙的上帝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信心回來 他說 神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帶我出這個困局 至於你帶我出這個困局的時候 我要起來為你作見證 他的心情已經不同了 你發覺那個藍色的海洋 退去 對嗎 那個慢過他的身 讓他的靈發分 淹沒他的這份重膽 已經退去 然後最後一句 就是一個宣告 他說 意人必環繞我 因為你是用厚恩代我 所以他就站在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眼光看 他說 意人必環繞我 因為你用厚恩代我 當他前面在困局當中 點點點滴滴滴滴地去數神的恩典的時候 它就站在恩典的角度和眼光看 而 diciendo 它裡面那個藍色的憂鬱恐懼 焦慮負面的大海 真是退去 神有這樣的能力 狂傲的海洋 神為祂挖定界線 困局當中 當我們的心先轉變的時候 我們的環境會跟著變 出路就會正在我們面前 這個海洋 再算再狂傲也好 神可以分開紅海 叫祂的百姓走乾地 這個就是這篇詩篇寶貴的地方 這個就是祂的禱告的經歷 從憂鬱到數算神的恩典仰望 然後到起來重新宣告 看見盼望、看見出路 但是背後真正的關鍵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認定了神 我們搞清楚了我們的對手 這樣我們所站的位置就不一樣 我們的生命就不一樣 我們的禱告就不一樣 這是我們每一個搖壞的受高者 要學的功課 每一個跟隨神的人 最後都是學這個功課 怎樣去抓住神 怎樣去緊緊地知道 唯有神是我們的一切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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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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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 耶和花春光晴晰 比阿满真诚 耶和花是我的处 比不成荣耀 耶和花的伴侣 还要接受呢 耶和花是我梦晴 你不成之凡 耶和花给我紧张 比阿满真诚 耶和花是我四位一顿 是我的荣耀 我抬起你投地上 你所自然有够记 造成我们比万物 你是我的伴侣 我的伴侣 耶和花是我四位一顿 是我的荣耀 我抬起你投地上 你所自然有够记 躺着我的伴侣 你是我的伴侣 你我的伴侣 也和花是我一顿 就是我的伴侣 你所自然有够记 你把这爱要置身呢 也会化时我无诚 你无诚着法 有言还剩我记忆 你只能站在身 也会化时我说 每一天啊是我的荣耀 有我教我抬起求的一生 你是虽然有口气 教授我们的皇后 你是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 你是我的帮助 我的帮助 I will bless the Lord I will trust in Him All times He has delivered me From all fear He has set my feet up on the ground And I will not be moved I say of the Lord You are my shield My strength My high portion Deliverer My shelter Strong to run My very present Held in times of need Who have I never loved you There's none I desire beside you You have made me glad And I say I'll bellow You are my shield My strength My portion Deliverer My shelter Strong to run My very present Held in times of need My little care Speak 感谢您的神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福分 是我们灌难缀随时的帮助 我们开口就感谢她 希子 主我们多谢你 主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们的福分 你是我们的悲难所 你是我们的坚固台 主在我们人生 去去多多的状况里面 你是出手拯救我们的一位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恩慈的神 你是信实的神 你是怜悯为怀的神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多谢你 要我们有你 祝我们宝贵你 赚崇你 多谢你听我们祷告 奉主命求 Amen 好 大家请坐 今天牧师和我们看到 在诗篇142篇的时候 就说神迹和困局是并存的 神迹和困局是并存的 我们都有灵里面发分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其实呢 现在都有心里面的忧虑呢 可能未至于好像私人所说 说是灵里面发分的 但是其实都有很多负面的思想 在我们里面的 恐惧 忧愁 烦恼 无论是可能是我们的家庭工作 我们的经济 社会的大环境 疫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没完没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退去 一波一波的来 世界的局势等等 其实我们里面呢 不多不少 有很多这些负面的问题 在里面 是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想方法啦 想想哪个可以帮到手啊 找哪个啊 今天呢 牧师再透过 Cp142提醒我们呢 我们是要对准神 我们是对准神 原来很多事情呢 人害不了我们 但是人都救不了我们 神会保护 人呢 害不了 但是呢 人都不能够救我们 这是呢 让我们去迴转向神的时间 无论你是 因为我走错了 所以呢 要面对这个状况 或者不是的 我明明都是这样走的 为什么都是这样呢 原来呢 都是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天地间只有这位神 唯有祂呢 是我们可以捉住 唯有祂 好吗 这个时候 等于诗人所说 今天 的Raymond说给我们听 扭转 那个的Key 就是我们发声哀求耶和话 发声狠求耶和话 在祂面前呢 吐露我们的苦情 陈说我们的患难 因为 我们都曾经向祂哀求过的 但是呢 我们就见到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福分 多次的哀求 得到多次的解救 好不好 这个时候 我们都将我们人生里面 大大大小小的 这些负面 里面是积压了在我们里面的 很多的无奈 很多的 不知怎么走下去 这些困境 这些苦情 这个时候 我们要开神发声地 发声地去哀求 去恨求 祝我们是我们人生里面的 祝我们来爱抗 我们来抗高 祝因为你知道 祝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道路 祝你知道我们在各方面的状况 祝我们家人 祝这个关系的 祝我们说我们需要 祝这个不解怨 这个难忘 祝我们需要 祝我们需要你的念 祝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祝你知道我们的努力 祝我们要来到你一家庭话 祝唯有你 祝日的方法用尽 祝我们来到你一家庭话 人的方法 人的能力 你何等的有限 祝我们来到你一家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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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认定你 祝我们对手是你 祝你创造我们 你认识我们的家庭话 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你面前 祝我们今天就要向你吐露我们的心 吐露我们的苦情 祝我们的苦情 祝我们来到你一家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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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漂空话》 既然我们的苦情 离开这个态话 我们很认识uli 祝我们的心在此地来对准祢 祝我们的指头不去指责人 不去埋怨人 也不去埋怨祢 因为知道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祢 我们真正的对手是祢 祝祢来寻命我们 祝当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会自己想方法 我们第一时间会想我们的网络 我们的人民 怎么可以得到解救 主要但是当这个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何等的有限 主要我们头脑一路都知道要交托 但是真的走到无路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明天叫做交托 主我们就是今天 你透过诗篇142告诉我们 你以大卫为一个的榜样 主是我们要去学测 在一个困境 在一个看不到前路的状况里面 世人大卫来求告你 吐露祢的苦症 陈述祢的弯弱 主我们今天同样 向你倾心讨厌 主我们交托 因为我们渺小 主我们交托给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主我们交托你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道路 你知道我们的一生 我们一生都在你的手上 主你随听我们的呼求 你必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瓦颜 令我们出备酬之地 我们的心再次恩着你 我们可以有盼望 我们的心恩着你 我们可以再次有能力 二人必环绕我 二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二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夜和华 是以厚恩待我 主我们来仰望你的慈爱 仰望你的信誓 拿走我们一切负面的埋怨 主我们很多的不明白 但是我们定义对准你 定义来捉紧你 单单的 单单的来仰望你 你是我们永远的 以教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魂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却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经历 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这首信心来宣告 等我为全心敬拜 神机就再不远前放 祝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不再发分 因为我们单单的 来到你根前 依靠你 就可以再次有力量 在困境里面 我们必会见到神性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生命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是我心中满有平安 传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真是尽力 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等我来全心敬拜 神机就再不远前放 词篇142篇 第五节 要说我曾向你哀求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第七节后半 以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你知妹今天我要将一幅图画 放在你的灵里面 放在你的心里面 就是要让你看见 神是你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神是你的福分 唯有神 作你的避难所 无论有再大的困局 无论有再难的前路 在你的面前 也会说是你的避难所 也会说是你的福分 因点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 必有出路 必有盼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将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 使你的灵里面有亮光 在你艰难的日子里面 在你难过的时间里面 在你所走过一切的困苦的道路当中 以至你永不失 这句话要成为你灵里面的盆石 坚固你 带领你继续往前走 并且我要奉耶稣的名 开你的眼睛 让你灵里面看见 二人必环绕你 你的帮助要环绕你 你的喜乐要围绕你 一切二人属神的百姓 属神的家 永远都接纳你 怀抱你 与你一起同学 因为神用口音代理 神要口音代理 用口音代理这个字的意思是 神要deal with you 但是是bountifully 就是神的荣耀 神的丰富 神要慷慨地来到去对待你 其实神的怀中满有祝福 当你对准神 当你认清你的对手的时候 神满怀的祝福要围绕你 要谨到在你的怀中 让你无处可用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我们当中 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开我们的眼睛 主你让我们单单的对准你 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 数算我们生命当中 一点一滴的恩典 主当我们怀抱你的时候 主你就要用口音代我们 bountifully bless and deal with us 主我们将一切都仰望在你的手中 愿你帮助建立我们每一个的生命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